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营业额3700亿的 韩国第二大规模的大型法律事务所狂奖 因为担任JMS的教主Chemings的辩护 而收到了网友们的指责 但是今天法律事务所狂奖对媒体表示 担当辩护的6名律师都决定请辞了 具体原因无法公开 虽然没有公开具体原因 但很多网友们认为 应该就是对JMSChemings的全民共分 都负担而决定请辞的 哇,原来是委任给狂奖了 那么爱财如命 语论不好所以放弃了 应该会有很多理由 确定的是绝对不是因为受害者 真的幸好能有这个纪录片播放 根据Piriboo的当地时间 3月14号公开的最新排行榜显示 3月3号公开的JHOP Understreet 登上了Hotback排行的60位 这是JHOP G Chicken Nudes More 谎话之后 第四次凭借苏乐歌曲进入了Hotback排行 我们JHOP恭喜恭喜 真的太棒了 没有尸体专机 没有广播也能创下这样的成绩 当兵之前能听到这么好的消息 真的太好了 3月15号 金杰俊在一个综艺节目中表示 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无趣的日常 对此主持人说道 那是因为你没有在谈恋爱 应该快点找女朋友才对 对此金杰俊突然爆料 我现在正在谈恋爱 WOW 跟粉丝们谈恋爱 对此一声切尔表示 因为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都是这么学过来的后 代替道歉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人 可可可 吓了我一跳 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呢 果然还是一样长得帅 我还期待了呢 希望我爸能找到彼此相爱的人 Toke Luri Angelo导演承认了霸凌 Angelo导演的律师表示 1996年Angelo导演在菲律宾留学时 有交往的女朋友 当年听到女朋友因为本人 而在学校成为笑柄的消息后 瞬间情绪激动 给他人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害 如果有机会的话 想亲自见面或者通过电话 对于受害者表达歉意 然后也表示 不管是情绪激动还是情有可原 我觉得暴力最终就是暴力 希望遭受校园霸凌的受害者们 可以早日从阴影走出来 这个社会还是充满爱意的 这也太讽刺了吧 拍霸凌内容韩剧的导演 竟然是霸凌加害者 拍剧的时候没有觉得很内疚吗 导演将Toke Luri在现实里完成了 3月10号 JWP娱乐表示 Stray Kids在日本发行的首张正规专辑 在Oricon排行日洲合计排名中 拿下了一位 接着在月间排行也登上了冠军宝座 在日本当地获得了超高的人气 在日本的人气好高 突破了40多万张 真的卖得超好 JWP娱乐在日本 真的很有人气 希望Stray Kids能在日本继续走花路 1月5号公开的 Hike KOMUSHAE PIONANCHAMI 终于拿下了 VOX的音乐榜的一位 并在MELON拿下19位 吉尼7位等 人气真的是 持续的在增长 啊 又一个女团诞生了 我真的很喜欢 中小经纪公司的爱豆成功 有反应的时候 要再努力 希望能出演YouTube等节目 更提高知名度 现在如果能出演 有影响力的节目的话 应该马上能冲进前10名的 希望能出演 Pak Song的亲哥哥夫妇 因涉嫌在过去10年间 贪污Pak Song的出演费 等约62亿韩币 而被移交审判 3月15号当天 Pak Song作为证人 出席了亲哥哥夫妇的 第四次公审 在法庭上 Pak Song哭着说了 我一直都相信 哥哥夫妻总是对我说的 都是为了你好 这句话就像口头禅一样 反复着 直到我工作了30年 发现存折里 只剩3380万韩币 当时因为没有钱脚压尽 所以不得不解除人寿保险支付 因为是家人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我都希望能圆满解决 但是不断对我进行感情勒索 让我生活在痛苦与地狱里 Pak Song真的太可怜了 希望哥哥夫妇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Pak Song加油 Pak Song加油 前段时间 因为S&M股权纷争等问题 ESPA的回归一直被推迟 而让粉丝们都很担心很遗憾 但是ESPA终于确定了回归日期 3月16号 SN娱乐宣布 ESPA已经确定在今年5月回归 请广大粉丝们多多期待 好 SN娱乐宇航国大型大考学院 联手在首尔江南区的Tecito 开设了IDOL养成学院 而主要招生对象是 中断了高中教育 想要成为艺人的高中生 入学后会从制作 歌唱 舞蹈 模特 演戏等 5大类学习 学制时3年也有大口准备班 而每学期的学费最高是1000万韩币 不过这不就是没能当上练习生的人 付费去学的地方吗 能出道吗 反正很多人为了当练习生 都去舞蹈歌唱学院 这不就是SM直接为你们开设了 反而比那些不明不白的学院们好多了 也不是出道后退学 是为了当练习生而退学 也太奇怪了 SM IDOL养成学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